四只呢 啊 都给我嘛 又要下 回来整体展示一下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处地方 今天就在今天 我们要回基辅了 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呢 就是我们去选只鸭子 一度 你怎么在里面呢 我都在里面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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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在里面 拿着 我的天哪 我没了解 我现在已经是在这里 明白 知道吗 明白 不错 没了解 不错 不错 她没了解 她没了解 三只鸭子 全部都还好 丈夫 娘说我给我们杀三只鸭子 我的天哪 我看不到这玩意 平时连鱼都不敢杀个人 大家也不要去虾评论 这就是算法则 养他们就是让咱们吃的 三只 丈母娘真狠 看着丈母娘就想到我媳妇 真犯怵啊 都抖现在 说话都不理我现在 我去 你知道吗 咱们这帮鸡 这帮鸡竟然在喝鸭血 剩下的鸭子嘛 你们太早运了 真的 啊哈 这个我知道 啊哈 那一把东西收 啊哈 你看这几头猪啊 看起来挺认真啊 我天哪 我比较高兴的太早 你放心不会杀你的 这农村这种活 我觉得城市的人基本干不了 下不去你狠手 要不说这边当地的女人性格坚强的 人家什么不干 他们我天哪 这活 你让我妈干 我妈都干不了 我们现在准备收拾收拾 出发回家 酸黄瓜 两瓶 这个是腌的樱桃 给孩子熬水喝 或者这么吃 特别棒 真的 酸黄瓜 嘿 看看 这个头 西庸市说实话 我不爱吃 酸黄瓜鸡 没什么吃着 黄瓜还不错 不喝 不好吃 我这样吃了 天哪 鸭掌 接好了吧 头尾扔了 这头挺可惜的我觉得是吧 谢谢我们吧 大家说怎么吃啊 怎么吃 炖一只肯定的是吧 哎呦 四只呢 都给我嘛 有些 求乞弟弟 你求买了 这可不诺啊 留姐都是乞弟弟的 姨子有四只 我们四只 这也当妈子 也挺不容易 虽然说没钱 穷 但是他们有什么 真不吝息 什么都给孩子 很多人说那个丈母娘家 你说穷穷穷看也不穷啊 其实跟你大家说 这个当地的苏联人家呀 家里基本上都挺干净的 真的 我去的农村的家里 再穷 它也差不多归归整整的 跟中国农村可能是有一个 根本上的区别吧 虽然中国农村我没有去过 但是我看评论 中国农村的说是那个 相对来讲可能不会那么整洁 你看这边没有什么技术材料的玩意儿啊 高科技完全没有啊 就是这些很老式的陈设 人家东西是在根里 你知道吗 就是老祖宗 就是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都是前苏联的装饰品 知道就这毯子 全是前苏联的 瞧这种形式窗帘 这窗帘十几年二十年了 就说人家文化底蕴确实不错 我给大家整体展示一下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处地方啊 这幅队联呢是我去年贴的 是中国政府委托中国大使馆 给我们海外华侨发的这个春节礼包 上联是啊 好景长林康乐佳 吉星高照永平安 好 好横批 五福临门 哎 福 马上要春节了 不知道今天中国大使馆这个 春节包会什么样子 好期待哟 这是一个门啊 进了以后 然后在这换鞋 换鞋换鞋 脱鞋啊 然后进去 好吧 进去 哎 这又一个 又一个小厅 这儿不睡人 但是夏天呢 他们也在往这儿睡啊 这儿很凉快 很凉快 这都是很早 一开始他们装修装的东西 你看都比较老式的嘛 这个风格 你看这个灯 这灯 这灯 少说十几年吧 沙发 现在哪有这鲍尔沙发呀 我天哪 这是他原来老冰箱 这老冰箱 不好使的嘛 后来我给他买的那个新的嘛 我都没给弄说 我直接给他弄个惊喜 就换成现在的大冰箱了 就这冰箱 然后进来以后就这样 楼上没东西 进门以后 右手边 卫生间 澡堂 这个比较小啊 然后这个是 那个电炉的啊 这尾器 看这墙在上面表现的是什么啊 那是砖 看见没有 然后外面呢 是土 黄土 所以说啊 这房子有棉头 只不过人家是 维护的还行 你知道吧 这些卫生间啊 很小 澡堂子 洗澡的 浴盆 当地的一种文化 他们喜欢泡澡 那好 我抱着你 来来来来 这样行了吗 这样你不哭了 不哭了 爸爸抱着你不哭了 你亲亲爸爸好不好 行 那行 那继续介绍啊 带着胃了这回啊 这就是卫生间啊 出来以后 然后厨房 刚才刷上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啊 这就是厨房啊 厨房 你看看 你看这姐俩啊 看见没有 拔毛啊 嘿 六的 那些是红色 这是红色 但是你帮忙 那些是红色 哈哈哈哈 出了厨房 然后这五啊 你看这门 木门 就是发了气 你知道 东西是很老的 其实你知道吧 只不过人维护 看这屋啊 妈 吃开点 都是很老的 这是一个火墙啊 我们来就睡这屋啊 这是我们睡的床 就是这样 然后呢 就是大客厅了啊 就是老头老太子睡的屋啊 这沙发也能睡 就没了 就这东西 整体的陈设呀 其实是比较老的啊 其实在乌克兰那边的农村啊 真正比他们家干净整洁的有的是 所以说这个可能会给国内朋友一些错觉 说这个家可能过得挺好 可能挺富裁 但是我觉得干净整洁这是最基本条件了 是不是 但穷是真穷 这回说句实话 我妈不也汇钱了吗 然后给他们一部分是吧 他们连过年的钱都没有 所以说那个老丈母娘没有给我女儿买礼物 没有给我们买礼物 我不计较 因为我理解 他们确实没钱真的确实没钱 我们给他汇了500美金吧 有一大部分呢就是付这水钱费 房费 汽儿 共产费 是吧 而且他的过节 他准备了这些食材了 也花不少钱 刚来看见没看见我 丈母娘又快哭了 就是在之前不久 跟那个老丈人又骂了一桶 我天哪 就叮啦啪啦 叮啦啪啦叮啦啪啦 叮当五四的 什么都骂出来了 我这个老丈母娘啊 真的说实话 人不坏 但是他这个性格脾气啊 真的 真的不好 为什么现在看着越来犯处呢 我就看过丈母娘再看过媳妇 我觉得 天哪可 可别这样以后 我天哪 我真受不了 我绝对不会像老丈人那样容忍的 我老丈母娘刚才 我天哪 我在这我 然后他们在厨房 我就关着门 就叮啦啪啦 骂那话 我都不好意思骂出来了 当地的话 你知道吗 就非常非常脏的 就跟他中文里的 特别特别脏的骂 骂人的话 丈母娘就骂出来 骂他老头头 骂完了 老头一句话就说 嗨嗨嗨 然后就走了出去了 然后老丈母娘自己跟那 生肚子气一块哭 哎呦 我的天哪 没法说 哪都好 就得脾气 真的 真的得改改 你人可以有脾气 但是你得分场合 你当着我 现在他是越来越不拘束了 原来我开始第一次来那几次 他不会这样 生气归生气 让让让 他不会去骂街 我现在直接害谁谁了 真的 我就成话了 真的 当我不存在 知道吗 我也什么不说了 开始我还上前 我说别别别吵 当着我面 别说 现在我来说都不说了 我发现这一大家了 谁都不气 就他自己生气 骂完他自己生气 你知道吗 所以说这是我媳妇有时候这个爆脾气 从喝而来啊 不是没理由的 真的 这都是遗传啊 哎呦 想想真恐怖 算了 回头聊吧 我们一会儿准备收拾东西 喝杯咖啡 上路 关注啊 关注啊 朋友们啊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如果喜欢我们真实的生活 请大家给我来一个免费的关注啊 强烈点赞 长按那个赞三秒钟啊 强烈点赞啊 我来说 我来说 我们下午就会是一会儿的关注啊 我来说 感谢观看